這次的總統立委登記參選是到禮拜五截止 要來看到是台北市中正萬華選區的立委參選人 吳佩毅還有余美人 昨天同時就到選委會來登記了 雙方是槍蹦尬唱 一大型人舉著看板拉著布條 身世浩大 民進黨北市立委參選人吳佩毅到選委會登記參選 找來同黨前輩林長佐以及社民黨的苗波亞助政 不僅是象徵世代交替 跟要營造團結氣勢 因為同一時間吳佩毅的對手余美人也來了 勾著百歲人瑞成奶奶的手 與中正萬華在地的婆婆媽媽們 一頭走進選委會 畫面相當溫馨 余美人和吳佩毅同一時間登記參選 雙方強碰尬唱 有別於吳佩毅的氣勢磅礡 余美人選擇打出溫情牌 我一定是傳達人民心聲的大聲工 我不會失去護航政黨利益的傳聲筒 把我們最好的表現 把我們對於臺灣的願景 把我們對於在地方服務努力 過去的成績能夠展現給選民來看 兩人都強調自己才是最佳人選 揹飾中正萬華選區掀起撒喀都大戰 國民黨的周小平更曾透露 未來不排除操作氣爆 即便周正萬華過去一直是綠大於藍 也讓吳佩毅不敢大意 在政治的算計跟鬥爭的這個氛圍在地方上 當然是沸沸揚揚 我自己的堅持就是我要用正向的方式 以及用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努力來爭取選民的認同 我獨立參選人呢 對於他黨的這些 這個分分合合或者是這些 這些選戰的一些打算呢 我想我不要愉悅我的身份來發言 強調自己是無黨籍 對於一切政治算計 余美人不願多談 揹是中正萬華選區 吳佩毅 余美人 鍾小平 各個來勢洶洶 成為2024選戰總統大選外的 另一大焦點 記者張佳麟 吳永安 王毅德 臺北成本報導